新华两岸快乐日评 大家好 我是昭阳 民进党当局19号宣布其涉及两岸军事及安全团队人事异动 台湾方面陆委会主委陈明通转任台安全部门负责人 其职位由前法务部门负责人邱泰三接任 原台安全部门负责人邱国正出任台防务部门负责人 原负责人严德发则转任台安全会议咨询委员 据报道 新人事案将于下周台立法机构开议日前完成交接 本次调动是蔡英文上台后 民进党当局对安全系统人事调整幅度最大的一次 有消息指出 蔡英文在农历年前召开的所谓台湾安全高层会议上 表态愿意进行两岸对话 是美方施压所致 而据台湾政坛消息 人事大幅调整的思维方向就是在该会议上形成的 是为因应中美关系新局面所做的相应调整 香港中平社评论认为 特朗普败选后 民进党当局已感受到中美关系缓和后情势不利台湾 如果继续抗中 以无可依靠 将会沦为陈水扁第二任后期被美国当成麻烦制造者的窘状 所以蔡英文在农历年假期刚过 就对外宣布新人事案极可能适应美国要求所为 寄望于通过新调整打开新局面 在两岸关系上能够有所作为 而根据民进党当局的说法 陈明通掌台安全部门 邱太三掌台湾方面陆委会 这两项调整都侧重于二人对大陆的了解 尤其提到出自民进党新潮流系的邱太三 具备法律与两岸的熟人专业 以及民代与行政历练的沟通能力 并希望他在后疫情时代 妥视稳定处理两岸关系 维持两岸及区域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 虽然蔡英文方面透过对媒体放话 称台湾方面陆委会的人事调整 是向大陆方面释放出所谓善意 但如果只是换汤不换药 换人不换脑袋 说一套 做一套 持续秉持对抗思维 逢中必反 不放弃台独迷梦 把谁摆在这个位置上都无济于事 两岸关系的基石仍是九二共识 两岸关系春暖花开的关键 是承认一中原则下的九二共识 只有回到这条正轨上 两岸重启对话的大门才有可能打开 除此之外 别无他途 喜欢两岸 快追评 我是昭阳 再会 我是昭阳 再会 你去找神 我认为你来评论 是昭阳 还是昭阳 我认为他 让人在来评论